第32題 手鬆開後籃球垂直掉落到地上 碰到地面又垂直向上彈起到達最高點 此過程的VT圖比較接近下列合者 我们知道手刚开始鬆开的时候 球一开始并没有速度 然后就往下掉 越掉越快 而这题目上说以向上为正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是负的 而且是负的越来越多 等它弹起来的时候就变成正的 可是它会越弹高的时候会越来越慢 所以后半段是有一个正的速度 然后会越来越小 所以前半段是负的速度越来越大 后半段是正的速度越来越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只有C是符合的 所以第32题问说 此过程的VT图比较接近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C 在掉下去的时候 它是负的速度越来越大 在弹起来的时候 它的正的速度越来越小 到达最高点是0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C 到达最高点的速度越来越大